第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这边要输出公式 上拨打 第二个是清除掉 第三个是输出的话就不是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 这个字要怎么写 应该这前面都有写过 所以我们比较快的来 把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就是写一个回圈 其实基本上要写清楚 比较快 For i 等于第13到第27 所以For i 等于 这边指定一下编辑 所以我们可以先写清除 清除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直接写sub然后月考范围 你enter它会自动帮我把 这个sub给产生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先把助理这个拿掉 基本上就三行层次 For i 等于第几列 第13列到最下面列 当然你这边其实是可以写27 不过我建议 慢慢你要习惯向下追踪 怎么样向下追踪 游标放在这里 Ctrl 向下 它会移到最下面一列 就27这里 然后帮我把27这个数字带回来 那写的方法 当然你在写27 变成说以后如果你资料增加或减少 那就不OK 所以这好像前面写过吧 Ranch 向下追踪的话就有点像游标 帮我放在那个 第A12的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然后点 最向下的话 end 哪个方向 刮弧一下 跟他讲说 我是向下 在XL DOWN 后刮弧一下 然后呢 这个 M的向下 有点像Ctrl向下 它移到最下面了 那你希望做什么呢 把它的列带回来 所以点弱 这样就OK了 然后就是 现在是27 它就把27带过来 那帮我把什么呢 Sales的I列的I欄 I欄在哪 在这一欄 帮我清掉 清掉的话呢 就里面给一个什么空字串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方式呢 把这一段复制 贴到这上面来 好吗 那改一个 叫月考底线范围 那里面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把公式贴上的位置 这个前面有讲过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刚刚这个月考的公式在这里 三拨打 然后把它什么 复制过去就可以 那复制之前呢 可能要注意两件事嘛 这前面讲 第一个里面有没有算 如果有用取代 看我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里面有I的话呢 可以把它改成 有没有 如果有列号 把它改成I 那你想说 哪个地方需要把它改成I 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技巧 就是你先点第13列 H13 再点H14 H14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哪个地方变动 你就知道说将来要改哪里 有没有 13变14变15 有没有 这个就叫I OK 那做法很简单 复制它一下 取消 记得一定要取消 然后呢 切到这个Visual Basic 把它贴上 然后把13怎么样 改成I 口诀 双远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把那个 这个and符号前后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另外这个13 你可以用复制的 把这双远号到双远号 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13上去 把它盖过去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应该已经做了蛮多次了 已经很熟了 而且这个方法 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只要你以前用过 写过公式的地方 都可以用这一招 基本上甚至包含 我们刚 那个前面那个单元 那个年曆的部分 蓝跟列都可以 这蓝比较麻烦一点 那个部分可能自己再揣摩一下 都可以 也就是可以用VBA 去使用之前 Excel的写过的公式 里面的函数 也可以直接帮你执行完毕了 也就即便是VBA里面 没有三波达这个函数 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一招 去使用Excel里面的函数了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 VBA里面 是没有某些函数的 像三波达 这个函数在VBA就没有 因为VBA里面的函数 大概100周头个函数 可是Excel里面的函数 有250几个 所以相较之下 Excel里面所提供的函数的数量 会高过VBA 所以也就是说 像我们很多时候 现在VBA里面找不到 可以用的函数的话 那我们干脆的 直接把公式丢进去执行就好了 但它的缺点就是说 这个第一个执行效率 可能没有用VBA内建的 那个函数来得快 第二个的话 你丢的时候 我先让他讲过来 你丢这个公式的话 它是一整串 你输出的话 这里面放的 就是一串公式 但如果你是用这个的话 它里面就是放很短的一个资料 所以如果你的支热量越大的话 那你丢公式的话 那个档案 就会膨胀的很厉害 所以至于怎么去拿捏 我觉得这个可能 就是要慢慢自己再去衡量 当然最好是可以 自己可以用后者 用直接VBA输出是最好的 不过后者 难度相对的也会 稍微比较高一些 或者因为等于就不像说 刚刚就直接那几招就可以完成的 比如说像 如果我今天上面的按钮做完了 下面的按钮怎么做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来思考 这个该如何撰写 那特别注意 如果要讲到 不要用公式 而是用直接输出结果来的话 那它的原理原则 第一个 我们就如果可以的话 找一下 它有没有VBA里面有没有三拨在寒处 看一下好像没有 好 没有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用前面类似的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里面假如没有类似 那我可以用这个第一个方法 公式 可是你会发现 这公式有什么特色 这个公式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当我点下一个 你会发现 13会变14 那可是D11还是一样的 D11永远都是一样的 E11 F11都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 要把这个公式的概念 转换为VBA的话 你可以怎么写 有点像什么 在回圈里面 在后面这个数字 可以用I来取代 如果这个固定的位置 你可以直接就写一个固定的 最不要简单的方法 你刚刚用Range Range 刮弧D11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我固定就这个位置 所以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把它切换过来 那写的方法 其实倒也是好 如果我直接拿上面来改 有时候 有时候不要偷懒 拿在上面来改 一把这个复制下来 这个拿掉 二的话 这个缝回圈都一样 只是说我们输出的东西 就不是输出的公式 而是输出什么 输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你可以参考什么 到底要输出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参考 我刚刚讲的那个公式 这个公式 那写的方法 假如说我已经会写这个公式 那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概念 转换到VBA里面 那转换的方法 我大概跟各位讲 如果你今天看到D13的话 那个13会变动 你就打个Sales 刮胡 哪一列 因为13会变14 15 16 所以这边列的部分加一个i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13 14 15 逗点 后面哪一篮呢 你就打一个D篮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是说 D13 D14 D15 D16 那后面的话乘上 下一个这个D 加一个钱的话 D11 固定的位置 固定位置 你就直接干脆写这样比较简单 Range 我就干脆直接写成D11 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是锁住的位置 你干脆就写固定的 这样子D11 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Sales 也可以啊 你可以打Sales 然后刮胡什么的 11 逗点D 也可以 只是说呢 如果比较直觉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Range会比较直觉 OK 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边用Range不用Sales 主要是因为Range还是比较容易直觉可以查看 这比较能够好理解 那后面的部分都一样 有些地方都一样 所以我直接把这个负字 加什么呢 这个公式 你会发现把负字过来到这边 那你可以改什么 把这边D改成什么 改成1嘛 E11 然后在这边Range的话是 RangeE11 那再一个加 把这个后面呢 这一串 再复制 这边改成F 然后这边F11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程式 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慢慢各位要习惯 以后 如果类似像这样 这个13 13会变嘛 那你就用I 那前面的数字的话 就要长这样子 OK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会套用Excel里面的公式的话 那你就慢慢要习惯 也可以把它转成VBA的相对关系 如果你懂得这样转换的话 那我想以后你写VBA就很顺利了 有钱的符号的话 那就是固定位置 这是这个储存格 就可以把它通通做一样的事情 就大功告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看这个结果会不会OK 把它清除 按下这个按钮 输出 OK 没有问题 应该可以懂我在写什么 只是说这个可能要请各位 务必还是要熟练一下 另外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什么 Enter 比如说这个可能公式相对比较长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想要把它Enter 之前有讲过吗 在我 不过之前是讲过说 在En的符号 后面的空白 加一个底线就可以 但问题这边都没有一个En的符号 不过如果除了En的符号之外 这个符号也可以 加减乘除也可以 后面的空白加一个底线 Enter 我建议这边按个Tab 这样子也可以 有没有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也就是说在end或者是加减乘除 运算值后面空白加一个underline 关键是这个underline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把两行 一行变成两行 你不能随便乱按Enter 那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这三个按钮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其实比较像 有点是复习前面 如何把那个Excel里面的公式 直接输出到输存格 然后另外怎么样把那个公式 同样的概念 转换成VBA的相对应关系 试试看 好